跟大家聊一聊 我知道有些朋友想知道很多事情 我知道的就跟大家說 有人聽到我喝早茶 很多人問為何會喝早茶 這位朋友都是這樣問 你為何喜歡喝早茶呢 其實是遺傳 喝茶是我們行內人都經常喝茶 很少人說喝滾水 多數還是喝泡妮 很溶的泡妮 是嚇嚇嚇的 為何 當然可能有些根據 不是對聲的 即是清腸胃 對人好 那類 舊時老人家很少說甚麼簡性酸性 很少提及這些 他們可能不知道甚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很多朋友說 覺得喝早茶是對個人好的 我爸爸經常喝早茶 我也有說 他打風落雨 十號風球 他都瘀怒雨 沒有遮水 全副裝備都要去 沒辦法 這是一個癮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喝早茶 第一 可以說是習慣早起床 小時候 最早期 譬如很小的時候 我讀過幾年書 那兩年就早起床 以前沒有說 沒有說晚 多數都是 經常這樣讀 後來之後 就上五下五班 接著 就練功做戲 一定是做戲的 練功 又做戲了 接著 拜師學藝 在我師父家裡住 我師父早起床 我相信 我相信 整行人 他都算是 最早一個 差不多 我不敢說 可能還有些前輩 早也不一定 他是八點鐘左右 就坐在廳 我當徒弟 師父八點鐘坐在廳 我十點鐘起床 行不行嗎 當然不行 幸好我習慣早起床 那時候我仍然是 還有去練功 去袁小田師父那裡練功 我在我師父家裡住的時候 也是早起床 後來我出來做班 都還有練功 還有一段時間 不是天天 沒空那天就不練 沒空那天就練 那個早起床仍然是在 後來我照顧子女上學做 一直都習慣了 有一段段時間 最多是晚一點 很少睡到十一二點 很少 行內人 就不習慣早起床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夜睡 一定要睡得夠 這個是是的 因為早起床 早起床仍然是少了睡覺時間 但我覺得這個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習慣 如果你習慣了 睡幾個小時就夠了 可能你睡得很熟 睡得很熟 便夠了 所以自己起床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我醒了的時候 是不是很精神 很精神便起床 如果沒事的 你覺得今天很累 沒有事不想起床 便睡多一會 但我便很奇怪 我多睡一會 反而不舒服 因為為什麼呢 一睡覺後 便反而不想起床 這樣便很大事 如果真的要做事的時候 我就不敢再睡覺 即是再睡覺 不敢 早起床有一個好處 就是 早起床 早起床 我覺得是很清醒的 即是早起床 早起床 所謂吸新鮮空氣 香港如果你住的地方 是 大街大巷 人口籌密的地方 很多車的地方 你八點起床 已經開始有車 即是上班 你是不是覺得空氣很好呢 其實未必 但是 不是因為這樣 你就不早起床 總比我下午的空氣 我又在新界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早起床 又是真的挺好的 我習慣 以前我不是的 以前我習慣 就是很晚上看曲 即是做完戲了 今晚我就看曲 上午 第一天早起床 起床 不知道 起床 起床 也應該起床 鍾功 真的起床 因為鍾功的時候 沒早茶喝 大家也知道 一鍾功的時候 早上開了眼睛 用口洗臉後 就去鍾功 這個 初來的習慣 其實我在後期 慢慢慢慢 真的經常吃完 早上我習慣了早上看曲 因為我病那一場很大 大家都聽過的故事 我以後不敢晚上看曲 因為那時晚上看曲 搶句不熟我都不睡 這樣真的不行 周時看了天亮 後來改了早上看曲 但早上看曲真的很清醒 因為我都經常勸朋友 早上教個鬧鐘 你寧願說不夠時間 我六點而已看曲 早上很清醒 你不用出去喝早茶 家裡倒杯茶喝也不錯 還有些朋友 寫曲作家 很多人都覺得他們 半夜三更醒 其實不是的 很多不是的 德叔最初是的 後來也不是的 他身體也試過不舒服 於是他就調轉了 是日後寫 作品沒有壞到的 他的作品怎麼那麼好 他以前不是的 周時寫到半夜三更 他忽然間三更 三點鐘打電話給我 也試過 不是試過 經常有的 後來我有了BB小孩 那時候我就說 不要了吧 大哥 你三點打電話給我 真的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小孩吵醒了 有陣子暗暗 另外一件事 那時候我的老人家還在 那你也不同住 三點鐘接到電話 真的冷汗都飆了 不知道他們有什麼事 你明白嗎 所以後來他就沒有打電話 他就打電話來 你以為他講什麼呢 有人以為我很聰明 葉兆德都問你 喂喂喂 我寫完他的菌花 你以為寫什麼好呢 你以為他真的問我 不是的 其實他用借口跟我聊天 你明白嗎 其實他想好了 然後我就說 不如寫什麼 不如寫什麼 那不是的 其實我想到這樣的 那好吧 不過我怕一般 其實他不是問我的 你明白嗎 他胸有成縮做好了 但他沒有人聊天 半夜 找些東西來 好自問 其實哪需要問我 我問他 還有一位 好奇 那位是晚上不寫的 就是蘇翁先生 德叔晚上自寫 他朝九晚五 我未見過作家 朝九晚五 他周時四點多鐘 他用電話 喂 一會兒五點多 去哪裏 喝茶 我們不是在寫東西 他有時寫什麼曲 我們知道 我們不是在寫電影 對 現在寫著 那你還能夠完 還沒完 明天寫 我明天寫 是啊 他說 我放工 我誰請你 我自己請自己 我說放工 就放工 但這就是他的習慣 他不理 那你忽然 民思潮勇 那又怎樣呢 怎樣停 停 我明天寫什麼 寫什麼 那便完 那便扔下筆 那你說是不是 所以習慣是不同的 但我也聽很多人說 十三叔 南海十三郎 他是在茶樓很吵 幾個人在聊天 他都寫東西 就是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說 即是說 那樣東西 就是日常生活 寫的那樣東西 是戲來的 那也行 這個我真是 佩服佩服 我聽回來 但都那些人言之作作 很多叔父都是這樣說 我都相信 不是一個人說不信 很多叔父 沒理由說什麼謊 所以他真是 南海十三郎 是一個很奇特的人